Hello 大家好 我是Canton Android的小強 今天這個影片比較特別 這個影片是教大家 譬如我想玩一隻遊戲 又或者想下載一個APP 我去到Google Play Store 跟我說 不行 我這隻遊戲的地方不對 可能要日本的帳戶才可以下載這隻遊戲 這樣有什麼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有些人會說 我安裝一個VPN伺服器 然後放在電腦上 再去日本的Play Store 去登記一個帳戶 這樣其實很麻煩 現在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APK下載 稍後再說 給我一個例子 例如我想下載Puzzle & Dragon 然後 進去之後 這裡是Play Store 它就會跟我說 這個APP是 incompatible with all your devices 因為我的Google帳戶是香港的帳戶 所以不能下載這隻遊戲 有什麼辦法呢 就是我可以把這個連結 就copy到這裡 然後再用這個APK下載 就 paste這個連結 然後 generate 之後它就會告訴我 這個package name 就是在這個根號 出來的 然後就47MB 我按這個就可以下載了APK file 由於時間的關係 就是我已經下載了這個APK 下載了這個APK 下載了這個APK 你可以用Dropbox 或者用什麼方法 傳到你的Mobile 然後就可以安裝了 又或者整個procedure 就在你的手機上做了 即是你在手機上進入了這條連結 然後再去Play Store copy這條連結 放進去 就可以直接下載到手機上了 對了 那今天呢 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覺得這個影片有用的話 麻煩給我一個Like我 順便幫我按一下廣告 那接下來會再拍多些 有用的影片給大家 好了 拜拜